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第一道防卫线 那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还有哪些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淋巴 拒绝癌症 这个专门诊治癌症的医师 来 你自己是怎么保护自己的 我想大家最容易做的 就是从饮食做起 那饮食当然可以去挑一些 比较没有加工过的 那其次就是说 我们在饮食的配置上 因为人的需求上面 其实动物性脂肪 我们在需求上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建议 动物性脂肪是低于20%以下 甚至更低 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 对 我常常拿来做比例 说我们牙齿有32个 吃肉的 煎的只有4颗 4比28 1比7 所以15%很符合你的原则 对 所以动物性脂肪越低 对身体的健康 是越好的 在理论上都是会比较好 那其次就是说多运动 那其实大家都很忙 那忙到大家都没有时间运动 那我是建议说 可能还是鼻子一动 那这样身体健康会比较好 还有人家就说 因为蔬果里面 还有很多的植化素 还有膳食纤维 都可以帮助我们 把肠子里面的脏东西排掉 那这样子的话 也间接地就保护了我们的 特别是我们的淋巴系统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肠胃道 旁边有所谓的 pale's patch 那这个东西就是 肠胃道旁边的淋巴结 那它其实在肠胃道旁边 那个淋巴结的树木 是非常惊人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 第一道防线 那如果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对这个身体有伤害的话 那当然第一道的防线 势必是第一个受到伤害的 对 那工作压力 其实跟身体健康 还是有关系 那郑老师呢 你除了脚底按摩 你也帮自己按摩吗 对 因为你帮那么多人按摩 可能有很多人病气 会不到你身上 不会 所以这就维持自己的心态的问题 有很多 我想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到底是借着什么 能够达到我们治病的目的 其实是靠着能量的共振的力量 借着共振的力量 让那些细胞 相同细胞 来同类的细胞 产生共振那样的力量 就好像声乐一样 把声音放大 把能量放大一样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第一个 我保持我助人的那种心态 我没有恐惧 另外呢 就是每天 我一定会踩个球 或者按摩自己 这样的话有个好处 比如说早上 我这么做了以后 早上固定的时间 清 早上的时候一定会上厕所 我把它排掉以后 我身体整个就清爽 对 这也是帮助你的淋巴 对 因为不然那脏东西都在那里 没有回收 你觉得说我哪里比较不舒服 或者说 有时候我们用湿层疗法 这个时间大概它气血走到那里 我就用这样的话 我这个相关部位呢 我就想要的部位 我就调整一下 那陈昀老师呢 我啊 我自从跟大家分享 我自从认识陈姐以后啊 我已经把戒掉 所有的垃圾食物 以前呢 我是非垃圾食物不欢 对 以前刚访问我的时候 陈昀老师你吃什么 我说咸酥鸡 不可以在节目说 我说好 不能说 但是我还是吃 后来呢 我发觉 不管你运动再多 你吃的东西不好 真的会负担很重 所以呢 我现在都把一些垃圾食物都戒掉了 太好了 恭喜 然后呢 我就很喜欢学习一些 好的茶饮 好的精力汤 像比方说 我在上课的餐与餐之间 我会打精力汤喝 那如果说晚餐的时候 我会用一些排毒水 然后呢 我也常常煮一些排毒茶 给同学喝 所以我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排毒的 淋巴消肿茶 对 淋巴消肿茶 红豆很方便买 对不对 对 红豆这样子 差不多这样一杯 然后呢 叫赤小豆更好 赤小豆 可以帮助排泄身体的水分 对 赤小豆要去医药房买 对 然后呢 一人 美白 然后沥水 其实它也去油脂 就身体里面不好的一些 然后呢 主角是它 血脂 血脂肪 冬瓜 一定要连皮 对 一定要连皮 然后呢 我们把皮刷干净以后 我就把它切片 切薄薄片以后呢 就放大概这个壶的 珊瑚水 就下去煮 煮开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开小火 大概20分钟以后 就会产生这种 这样子稠稠的颜色 然后一次呢 可以煮成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喝三天 好 我们来喝喝看好不好 好 冬瓜浑身都是薄 对 对 来 戴医师喝了 觉得怎么样 感觉上很退火 很退火 而且很爽口对不对 还蛮好喝的 不像想象的那样子 是 夏季喝这个真的会好 郑老师 夏天的时候 夏天 对 消瘦 有的人嘴角会有点这样子 轰轰刺刺的 喝完第二天跟我讲 老师我运动完再喝完这个 回去第二天就没有 那其实现在我们讲淋巴癌的患者 真的是越来越多 而且都是年轻化的 我认识很多年轻的朋友 像20岁出头当兵 就已经有淋巴癌 那后来他自己反省以后 就是这样吃垃圾食物 对 不好好睡觉 对 压力很大 对 然后就是好像过劳 对 然后让自己 就是驱使自己的身体去承担 你不能够承担的任务 所以就导致生病了 像李开复先生 他也是有点不太舒服 那他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在饮食上 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 所以我当时建议了 他四道的饮食 这是今天是这其中的一道 我还给他加料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黑豆非常的好 这是本省的亲人黑豆 它的那个氨基酸非常的多 钙铁也很多 然后加一点这个五穀米饭 五穀米饭B群很多 膳食纤维也很多 其实它也有很多的质化素 那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可以增加我们的活力 而且它会让它的口感比较好 再加上今天呢 我又加上了黑木耳 因为黑木耳 其实它除了胶质很多以外 它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 可以到我们的肠子里面 把我们肠子里面的脏东西 洗得非常的干净 还有很多人不是说 那个在煤矿的工人 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 采矿的工人 或者纺织的工人 他们都要常常吃木耳 是说把肺里面的一些脏东西 都带走 清除掉 所以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清除身体里面的垃圾 很好的东西 就可以减少你的淋巴的负担 所以我把它们都蒸熟了以后 非常简单就放进调理机里面 一打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是蒸熟的木耳 那木耳呢 它其实钙铁也很多 所以这个呢 我们通常都会缺乏一些钙 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 那个钙质很重要 所以这招也很不错 可以帮助我们补钙 好 然后我们打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把木耳的纤维 打得细一点 好 现在打了两分钟了 打得非常稠稠的 然后热热的 我觉得早上这个当个早餐喝 也蛮好的 随时我觉得晚上如果太晚了 然后不想吃饭太麻烦了 用这个来补充营养 来大家喝喝看 其实我没有加任何的糖 如何 好香 好浓 好吃 好吃 完全没有加糖 可是那个豆味很香浓 对 有人做给我吃都很好吃 不会输给若梨 不会做给若梨 而且真的那个 在日本人他们认为说 抗癌胜品就是黑豆 因为它有18种氨基酸 而且非常多的钙铁 非常强的抗氧化物质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道 其实在冬天的时候 喝点这样的温热的豆骨姜 是可以温热我们的体质 然后增强我们的体力